你去哪 妈妈这疼 妈妈这疼怎么办呀 疼 喝一酒 喝一酒 哎哟 喝一酒 啊胖 疼 哎哟哎哟 谢谢啊 嗯 就可会流血拍马了 那也疼 那也疼 嗯 这疼 这疼 嗯 对 这疼 这疼 大正啊 嗯 这疼 嗯 一马这里啊 大只人酿 好一马 大只人酿 哈哈哈哈 这俩人都不学习 都想拿个大玩具 跟他玩玩 给他们都哄睡觉了 我来录一个视频 嗯 因为刚才他们睡觉之前 然后我弟弟来了个电话 打了一个那个视频通话 嗯 然后他问我安总闭灯了 我说那个要睡觉了 嗯 他说你把灯打开 嗯 爷爷要看你 嗯 我说好 然后把灯打开跟我爷爷就是视频通话 我我爷爷就是自从那个疫情嘛 这快两年了 然后都没有见过我爷爷了 嗯 我爷爷呢就接过电电话说 哎呀 大孙女儿想死你了 然后我爸在我爷爷面前我就尽量都不流泪 因为我我跟我爷爷对我真的特别好 他说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哎呀 别人听见都可能觉得怎么事 你真的是我的心头肉 就是嗯 因为我是我们家的第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女孩吧 大孙女儿嘛 哈哈 因为我大爷家 就是我爸的哥哥 他有一个儿子之前 嗯 然后呢 是在我10岁左右的时候吧 他在大连 然后为了救他姨家的孩子 然后从水库里就是被淹死了 然后就没上来 嗯 所以当时家里就觉得天塌了吧 我呢是我们家的第二个孩子 就是除了大哥以外 然后我是第二个 就是一个还是个女儿 嗯 从小吧我也算比较懂事的 反正我觉得啊 嗯 然后我爷爷他们都特别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我反正是啊 嗯 他就从小开始 真的是我我我喜欢什么 我爷爷就没有不给我的 嗯 可能我奶奶的话 他有点重男轻女 他就特别喜欢我大哥 然后呢就不怎么喜欢我 但是我爷爷真的是 特别喜欢我 嗯 小的时候嘛 就是现在可能山上都已经没有了 就是我们那块家里叫Noli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 就有点像那个 山樱桃那个那个东西似的 那个时候因为就是大自然嘛 还没有被破坏的这么严重 我觉得 嗯 然后 我爷爷就是每次要上山去割那个草 喂喂羊呀 或者是喂牛呀 什么的 然后他每次上山回来都给我割一大 一大把那个Noli回来 就叫樱桃吧咱们叫啊 因为Noli可能大家都听不懂 嗯 割那个樱桃一大把回来 然后给我吃 嗯 那都是真的很小的时候了 然后当时就说 当时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 我就说 哎呀如果 如果那个爷爷如果没有了的话 嗯 那我要哭死了 嗯 然后爷爷就说 哎呀那可不行 因为那个时候爷爷还很年轻嘛 哈 就今天打视频嘛 就是脸也瘦了好多 嗯 脸上的那个老年斑也多了特别多 嗯 耳朵也不咋好使 然后他说哎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说哎呀现在也回不去 嗯 我说那个如果能回去的话 嗯 我要快点回去 嗯 然后我爷爷就说了一句话 说 嗯 在你回来之前 我肯定不能厌气 嗯 我一定要等你们回来之后 嗯 我再走 然后当时我就有点 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但是我还是 嗯 强颜欢笑吧 然后就应付过去了 我就觉得吧 我还是不能在他面前哭 然后因为 我爷爷今天都八十多岁了 但是身体的话还算是好的吧 爷爷就说 嗯 真的特别想你 然后因为我小名叫小赫嘛 特别想你小赫 嗯 但是又看不到你 嗯 因为他他老了嘛 然后他又没有这种智能手机 然后呢 可能到了这个年龄 他们就担心的事情比较多 然后他就 嗯 跟我到底说 说 他老是想 嗯 没事了 然后就跟 跟我跟我弟弟 嗯 还有这些孙女啊 什么的 在远处的人想视频 然后但是家里的手机 又不能视频 嗯 然后我说 我说那明天我给你买个手机 呵呵 你可以天天给我打 他他可能是有点担心 然后觉得怕如果身体不好的话 嗯 怕我回不去 或者怎么样的 啊 呵 跟他打完电话之后 我就恨不得今天晚上就买机票 明天就回去 因为 嗯 真的也是两年多没有回家了 嗯 虽然之前也说回家了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想念的地方吧 其实我的话在外边这么久 像那天我 我也跟我老姑打电话 也说的 说呢你是不是在外边时间长了都不想家了 其实不想是假的 就是说 嗯 可能我没有我我妈妈去世了 我可能就是说对 我爸爸那方面吧 可能就没有太想 但是对于家里这些人的话 其实我还是挺像的 特别是我爷爷 我别人的话我都觉得差一点 特别是我爷爷 正好今天 是因为我弟子他的同学 然后来我家里 然后呢 他就去吃饭了嘛 去我家 然后说你给你姐打电话吧 然后想看看你姐姐 然后今天就来了个电话 因为这个疫情真的是我也 我真的特别想回去看看他 因为就是之前的话 我一年可能回去一两次 然后每次的话在家待个一星期 两星期的时候都很少 待一星期然后走的时候 啊就爷爷站在那个 家门口 然后看着我走的时候 心里特别不好说 他可能我走之后他也会哭啊 会掉眼泪 然后就我记得有一次我 嗯我带我老公 还有我家老大 嗯因为那个时候老大 可能刚 嗯就像老二这么大的时候吧 然后就去回回家过年 然后我爷爷 就是之前的话 每次都是会提前去我家送我 然后那天我们走的时候 他就没去送我们 然后我就去他家去去他家里 我说你咋不去送我呢 他说哎呀看着你走 我心里抱收 不知道啥时候再能看着你 还能不能看着你 然后去说不敢送我 哎呀当时那个眼泪 滑滑的 真的 真的特别希望这个疫情快点过去 然后就随便坐飞机 随便回国 像以前那样 哎可以回家去看望他们 因为他也八十多岁了 没有没有没有 多少时间了 平时的话他一般不说这样的话 哎今天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就突然间说了一句 嗯你不回来我肯定不会验气 我一定要等你们回来 都看到你们 我才能走 所以真的在 国内的 嗯 我觉得还是要多回家看一看 毕竟不用这么远 其实韩国和中国 我离的真没有那么远 以前的话坐飞机我们都是飞 沈阳或者大连 两个小时就到了 就是路上的时间可能多 比如说你要坐一个小时的车去机场 然后在机场也要排一段时间 然后呢坐两段时间飞机到国内了 然后可能到国内的手已经摆下来 住一晚上第二天就回家 但是现在真的是遥遥无期啊 就是想回去 然后 就是一直想回去 但是就害怕吧 到国内之后 嗯 然后领了两个孩子 被隔离在那个 嗯 小酒店里面 孩子受不了 大人的话 两个星期就过去了 孩子的话就憋疯了 我觉得要 所以就一直不敢带他们回去 啊 但是嗯 我觉得今天我爷爷给我打这个电话 刚才我就想一想 啊 我觉得 等一天我 我还是要自己回去 就是说 这个疫情不结束 他六个月不结束 我也不能说等六个月之后 我也不回去 还是 不带孩子 自己回去 先看一看他 也好 真的是万一说 啊 突然有一天 他现在身体很好 但是就怕万一有一天 他突然间身体不好了 如果再等我回去的话 就看不到我 对不对 录这个视频呢 嗯 一个事就想告诉大家 没事呢 常回家看一看 因为我们是嫁到 嗯 这么远 嗯 又赶上了这个 情况 没有办法回去 嗯 所以呢 那家人呢 又不能来 对不对 如果说在国内的某国城市的话 真的给他们买了 买了车票 就坐车去来看我就完事了 他们又不能来看我 然后我也不能回去看他们 嗯 如果真的是如果是我妈妈还在的话 哎呀 我觉得又又又受不了了 而且就是我妈妈在的话 我觉得我觉得我不可能嫁到这么远 嗯 当时 这个 不怕金老板看你 因为当时 嗯 年轻的时候嘛 出了一个单东的对象 那我妈我天天哭哭唧唧的 说哎呀妈呀 你可不能嫁那么远 你嫁那么远咋整 后来倒让我妈给搅黄了 哈哈哈 说太远 哎 哎 怎么说吧 人都是命吧 都是缘分吧 我妈妈要是活着的话 我也不可能来韩国 然后打工当初对不对 肯定是在家附近 在朝阳啊 找一个 嗯 好人家去嫁了 哈哈哈 然后 这是因为 妈妈走了嘛 然后又承担家里的负担 然后来了韩国 嫁了个 小韩国一点是不是 嗯 大家 不喜悟喷啊 哈哈哈 嗯 都是缘分 好了 我也不说太多了 嗯 大家 没事 朝回家开一看 哈哈哈 给家的老人买点吃的 嗯 送点礼物 让他们 怎么想呢 多开心开心吧 好了 今天视频录到这里 再见 哈哈哈